最后在本段结束之前讲两件事 第一件是Samba设定档中重要的一些设定部分 刚刚给你展现了 去使用Samba跟S1 Linux配合的过程 首先最前面 S1 Linux的这个过程你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用的这个启动加目录 一般来说加目录启动是比较正常的 但是另外这两个是比较不正常的 如果你希望让Samba可以写入所有系统的目录 你就要开这下面这个 如果你希望Samba只能够围独系统的其他所有的目录 你要用这个 但是事实上 你看我在展示的时候并不需要用到这个来 去让它强行通过 你的S1 Linux的Contest要设对就行了 好 第二个Global部分 你看到Global部分 刚刚我要讲的第一个是这个 那一包线是我乱设的 你可以去改任何的名字 如果你这一条不写 就直接使用主机名称 但切记主机名称能够被解析 这一条是Security特别要讲的 Main page写这样 Security这个设定 它是在Global部分进行设定 this option affects how clients respond to Samba and it'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ttings in the SMB Config法 它是其中最重要的设定之一 Security的模式 决定了使用者验证的方法 它的预设值的 the 4 is security is user 它的预设值就是user 意思是说当你使用user的时候 你要登入这台Samba的伺服器 你的使用者验证就是这台Samba伺服器负责 最常用在设定需要跟Win98跟NT连线的时候用 另外一种用法是Security等于share share的用法是不需要任何验证 当你把security设成share 你的Samba就像一个开开门的 什么东西一样 任何人都可以进来 不需要使用者验证 但是任何人也都是guest 当你把security设成server或是domain的时候 你的使用者验证是由其他的电脑来完成 比如说你在Winx domain里面 你的使用者验证就是由Winx domain controller来帮你做完 但相对来说 如果你把security设成了user 这边一样 它很详细的跟你说明 尤其是在security设成domain或是server的时候 你会需要另外指定一个参数 叫做password server 在这边 好 前面两个 share不需要指定任何password server user 因为是你在验证 也不需要指定password server 只有在当你把security设成domain或是server的时候 要多加一行叫做password server 把password server以及加密的密码的过程都要指定上去 好这两个都要有 那再来这个就是什么 security.ads表示使用者验证是透过ad来完成 那你就要另外去指定ad伺服器的位置 ok好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过程来配合你不同的需求 再来往下 这下面几个设定呢 是跟你在local master 就是你要不要做老大的时候用的 好 在下面 好 好 好 这里 这是load printer 上面 好 这里有个domain master 如果你这台上把要当作domain controller 这边就一定要设为yes 它是否接受domain的登入 这是另外一件事 好 这是都是属于你要做domain controller的时候用的 好 那如果你要当作你看这边还包含了password server 都可以在这上面你可以去指定的 好 ok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特别跟你说 我们现在使用的上把是上把三点多少 上把三点多少 大概从2003年就已经有了 好 那么在2003年开发出上把三的时候 在那个同时 微软也发表了AD伺服器 好 也在那个同时 上把team 也就是上把这个团队 开始了 这个上把第四版的开发 所以差不多 所以差不多从2003年的年尾到今天2012年12月11号 上把第四版终于出来了 所以现在跟你录这个的原因是希望你要注意这件事 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在我们录音的这个同时 录这个影的同时 这件事才刚刚发生 但我们很可见的会在未来 2013年 甚至2014年 上把4会变成 已经开放了 但是这个上把软体是得奖得相当多的 直到确定 The first free software active directory compatible server 太重要了 它可以直接替代AD伺服器 所以当你一听到 Microsoft AD伺服器 可以被上把自由软体替代的时候 你就知道在办公室里面的网络 你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 在我们录音的同时 我们遇到很多老师跟学生 在办公室做网管的时候 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已经开始有人 或者是本来就已经有人 在妖魔化Linus的用户 为什么要妖魔化 因为他害怕 他十分的害怕 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之前都是Windows的用户 那他现在遇到Linus 他不得不 他不得不遇到Linus的时候 反抗的情绪就会出现 那这种出现的问题 我想不管是对大网管或小网管来说 这都是一种压力 大网管遇到老板的压力 小网管遇到大网管的压力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 我希望大家沉出气一点 也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当然可以试着 未来你自己学 用自由软体的上把 把微软的AD伺服器取代掉 不管是怎样 你可以先做个备份在旁边 观察AD伺服器运作的过程 跟微软本来东西的运作过程 你也可以测试看看 用平行运算或平行的处理 看可以的话 就把微软的线拔掉一阵子 看一下 办公室的AD有没有什么变化 那这个过程中 都会需要大家很多时间的磨合 我的意思是磨合这件事情要让人家一点 因为很多人很害怕Linus 这个东西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 他们是对Linus完全不了解 对大多数的台湾的民众 或者台湾的网管人员来讲 他甚至在十年前听过Linus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Linus定位成免费 免费免费 免费就等于不安全 所以有人丢下另外一句话 他不是不安全吗 因为免费的关系 就都不完全 也就是台湾的大部分老百姓 他们对免费 就是对Linus来讲就是免费 但他们没有想过 免费跟自由是两回事 自由软体不是免费 而自由软体 因为软体自由开放 所以他的安全问题相当的少 那这件事他们是很难理解 因为他们没有开发过软体 所以在很多时候 你必须要去容忍一下 人家的这种行为 那人家对你要谋划 是因为十分的不了解 那他们不愿意接受 但是Linus将会是 在云端时代里面最重要的作业系统 换句话说 他不想用Linus都不行 要不然不用的原因就是不会用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做网管的人来说 这个要稍微担待一下 你看经过十年的工作 上把团队建立了第一个 compatible 相容于第一个相容的 自由软体的在微软 AD协定上的应用 好 那对所有的网管员来说 AD协定 is the heart of modern directory service implementation 是现代的目录服务的应用的最重要的核心 上把4结合了LDAP目录服务的伺服器 跟Curbo的使用者验证伺服器 以及一个加密的动态DNS伺服器 然后应用在所有可用的远端的协定呼叫 跟AD的动态目录服 上把4提供所有AD的相容的domain controller 或所有版本的window客户端所需要用的东西 甚至包含window bar 所以连window bar都可以直接支持 很多疑虑 你应该可以放在一边 你应该好好的把Linux学好之外 也要把上把的运用在公司里面发扬 但是发扬的方法要小心 因为很多人对Linux天生是不爽 因为他觉得Linux是来让他没有工作的 但是问题是事情没有那么单纯 所以你还是要把AD学好 就是你这两个都要学 不管是微软的还是Linux的都要学 不要因为有这个东西就不学微软的东西 更何况AD这种东西 你不学微软的也没有办法学会 所以在我们结束上把课程之前 这是 the final note 希望各位知道 上把的时代 Linux的时代真的来临了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种运用 上把在前两天 我们现在是录音的录音的时间 跟那个发布的时间不超过三天 很多的新闻都还没有上来 那所以呢 各位应该好好的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个日期就是12月12号之后的过程 在科技新闻上面 有没有人多少人提到 上把4出来对市场的影响 你看上把4.0 supports the server side of the active directory local environment 它支援伺服器端的AD登入环境 透过used by在Win2000以后的新版 so we can do full domain join and domain logon operation with this client 所以所有的客户端 几乎所有的客户端 包含Win2000吧 所有都支援 our domain 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s include our own building LDAP server and Acrebo's key distribution center 可以离西号 as well as number 3 like logon service provided by CIFS 所以CIFS的应用也走到了下一步 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会在这个影片上面 跟各位介绍上把4的应用 这当然不是现在我们的RTC课程里面 主要重点了 所以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上把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它只要能够替代了Windows的AD伺服器 很多企业内的限制也就被打开了 那Linux在系统管理上的一个任务或角色 只会越来越重要 所以各位同学一定好好的联系 谢谢大家